市场就是重整业务 电影《2012》马亚人预言世界末日 而现实中研究机构固能铁口之断 判衰PC产业建议厂商2020年之前 做出二选一决定 要么退出市场 要不重整业务 基本上PC市场还是有它一定的规模存在 那不至于完全就是会让PC厂商退出市场 再加上就是品牌厂商其实都有在布局一些其他的业务 也不至于到2020就开始进行重整业务 业界认为股能说法太夸张 只是2015年开始PC景气缓步下滑 今年预估14亿台之后持续往下 到2019年只剩3.33亿 展望明年PC衰退幅度 渴望收敛 2017最主要是看好就是 一般企业对Windows 10的接受度 可能会慢慢的接受有所提升 那渴望带动商用市场这一块的换机槽 有回温的现象 从笔电双碍来看 华硕早早转型进军手机平板市长 甚至研发机器人 至于宏基专注笔电 居然推出其他产品 但对营运是否有帮助 有待观察 PC厂商不死只是老兵 被迫转型 三新闻代委陈乌凯中台语三文报道 我不要 陽 对